《红楼梦》虽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现代很多学者为了研究这本书的奥义,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它的红学会,但是在清朝时期,这本书却被列为禁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看看贾政原刑是谁就知道了,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明珠,1635年至1708年,是康熙皇帝朝最重要的重臣之一,包括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抵御沙俄,及其在皇储之战中,他都饰演了非常重要的人物角色,因为是满族人,明珠得到担任云辉使,即承担皇上出巡时车架仪仗的小官,是个权力不大的差异,但因他聪明伶俐机敏,通情达理,且通满汉语言,了解典章制度,迅速就获得掌位室内重臣厄碧龙的器重, 顺治18年,1661年,弗林并亡,康熙皇帝称帝,厄碧龙变成四府政大臣之一,他马上强烈推荐明珠晋升陪王,复建内务府,在明珠就职内务府期内,康熙皇帝的四府政大臣,敖拜,苏克萨哈与厄碧龙为篡权度势,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之后并亡,苏克萨哈被敖拜处决,厄碧龙则变成敖拜的应生虫,害怕发布一切建议,朝廷由敖拜一人操纵, 至康熙皇帝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一举拘捕敖拜,似重臣辅政体系完毕,在这场抗争中,明珠持续保持超义的心态,不与一切一派联合,都不惹恼一切人,进而比较轻轻松松地躲避了恩怨, 康熙皇帝五年,1666年,4月,获得个层面好感度的明珠,由内务府总管转任内洪文院学士,进到朝廷中书机构,在这个岗位上,他除开做大学士的小助手外,还曾出门会刊合物,没多久,明珠被破格提拔为刑部尚书,督察院左督御史,刑部尚书,立部尚书等重要职位,便曾在惩处 傲拜集团公司后升职更快的高官,康熙年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奴杀丞相妻恶性事件,恶性事件的主人公便是明珠,明珠夫人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几格之女,生在洪德二年,1637年,比明珠小两岁,15岁时与明珠结婚,属于康熙皇帝33年,1694年,受众58岁,据笑亭杂录技术,明珠与夫人关联很好,但夫人为人正直极度,对仆人十分残酷, 他甚至不允许明珠与势必贴近,沟通交流,有一次,明珠不经意说到家中一位势必的双眼很美,结果到第二天,夫人让侍从彭义和到明珠眼前,即某臂双眼也,丫鬟鼻祖极其恼怒,似明珠出门,夫人独居防卫时,闯进,以刀刺夫人肚子里,现场去世,变成康熙年间吃惊一时的奴杀丞相妻恶性事件 明珠的知名度也和他的孩子纳兰姓德相关,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和纳兰姓德密切相关,纳兰文明文学界,两个人多有诗词作品和音,例如曹寅曾作诗家家户户争唱《饮水词》,纳兰心思几层之,之后曹雪芹一语姓德,以外祖大家族的后代交叉甚后,是传《红楼梦》细写明珠家务事,纳兰姓德即假宝玉原型,虽免不了附会, 但曹雪芹根据知上方式,掌握性德的性格特点,将其融进到小说集中,却是很有可能的,常被别人指为《红楼梦》中假宝玉的原型,这样一来,明珠就变成假正的化身了,康熙皇帝47年4月15日,明珠病故于北京市,寿终74岁,明珠人死之后,康熙皇帝特遣皇上网殿茶酒,赐作其,刺激如历,以假,使,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刻画出了独具韵味的人性美和悲剧, 可以说,《红楼梦》作为一步反映清朝历史生活,以及人情百态,事态炎良的巨著,向世人展现出了赤裸裸的封建落后性,《红楼梦》批判男子女悲观念,可以说,曹雪芹的性别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曹雪芹笔下,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是天地精华,男人是渣子琢磨,《红楼梦》里的女性在才干,性情,人品等方面都远生于书中的男性, 可是这些优秀的女性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薄命女,面对千红一枯,万艳同碑的悲剧命运,这一点是曹雪芹感到非常痛心的,当然,《红楼梦》所提出的性别观对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毕竟,有许多优秀的男性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不得不说,《红楼梦》这种矫枉过正的性别观是对封建男权的有力批判,是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同情。 《红楼梦》批判家族宗法制度,家族宗法制度是封建贵族家庭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妻妾制度,嫡妾制度等。 《红楼梦》对此也是抨击的赵姨娘之所以心怀不平,想要害死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备受歧视的妾,贾桓始终生活在哥哥贾宝玉的阴影之下,因此既自卑又狠毒。 贾探春作为庶出的女儿和母亲赵姨娘之间矛盾重重,贾设觉得自己是嫡长子,却得不到贾母的宠爱。 因此心怀不满,强取鸳鸯,讲笑话讽刺贾母偏心,行夫人剑绣春囊事件向王妇人发难,导致了抄减大官员。 《红楼梦》将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勾心斗角写得真实而深刻,按照贾探春的说法就是,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这一切不仅是因为人性的丑恶,也是因为家族宗法制度,《红楼梦》讽刺封建官场,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清官,清代也有不少,比如刘庸,但是曹雪芹笔下的官场却是一片黑暗。 甲雨村是曹雪芹塑造的封建官僚典型,这个人训私王法,草菅人命,他包庇薛盘,陷害时呆子,可以说是一个斯文败类。 处理由二姐事件的官吏,也是收受贿赂,甲正表面上是一个正直的人,实际上庸庸碌碌,识人不明,毫无作为,《红楼梦》里没有一个为民请命,执法如山的清官。 有的只是贪赃枉法的官场败类,按照门子的说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是各省皆然,《红楼梦》抨击不须阶级,《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是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四大家族里的人,享受着荣华富贵,生活奢侈。 可是,像刘姥姥,吴静孝这样的贫苦农民,却生活得相当轻苦,说到揭露贫富差距,很多人都会想到杜甫的名剧猪门酒肉臭,录有冻死骨,的确,这句失所揭示的社会现象,触目惊心,《红楼梦》里也有对贫富差距的揭露,贾富吃一顿螃蟹燕,就花了二十两,够刘姥姥一家人吃一年,吴静孝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却只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贾富,还要看贾真的脸色。 曹雪芹在回顾自己经历的富贵生活的时候,也反思了家族的罪恶,《红楼梦》批判等级制度,《红楼梦》,里提出了朦胧的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有点类似于佛家所说的众生平等,曹雪芹把向来被看作主子附庸的奴仆从主子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塑造了大量形象鲜明的下人形象,温柔和顺的习人,极恶如仇的情文,不屈不挠的鸳鸯,引恶扬善的平儿, 聪明伶俐的小红,心地善良的子娟,活泼可爱的名烟,老成持重的李贵,内心悲愤的娇大等,这些人虽然在当时地位低贱,但是却被曹雪芹塑造成了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这些人的见识和心胸并不见得就不如主子,曹雪芹对当时被视作玩物的戏子也是欣赏且同情的曹雪芹笔下的蒋玉涵, 林冠、方冠、藕冠、蕊冠等都是血肉丰满的形象,可见曹雪芹对自己笔下的角色是一视同仁的,贾宝玉对妙玉说过是法平等,这也是曹雪芹的观念,红楼梦抨击封建神权,曹雪芹塑造了一些打着宗教的幌子,招摇撞骗的人,贾宝玉的干娘马道婆和赵姨娘一起谋害贾宝玉和王熙凤, 水月安里的静虚老泥六根不静,八戒王熙凤拆散了一对有情人,清虚观里的张道士则是一个比俗世中人更加世俗的人而已,至于那个对家事不管不顾,只知道在道观和道士胡颤的贾境也是曹雪芹批评的对象。 第五回里,就有季秋颓朵接从镜,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神权的荒唐和虚伪,红楼梦虽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现代很多学者,为了研究这本书的奥义,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它的红学会,但是在清朝时期,这本书却被列为禁书,这主要与清朝时期的文字域有关,有很多专家认为,红楼梦就是半部乾隆史,因为整部书中的很多情节和桥段都仿佛在寒沙摄影, 所以这部胆大包天的文学巨著,才会被清政府认为是一部大逆不道的禁书,虽然很多读者在败读这部小说的时候,都只是被其中的四大家族兴衰史,以及活灵活现的人物所吸引,但是对于了解清朝历史的人来说,这就是一部乾隆帝的家史,专家之所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家史的小说,主要是因为小说将乾隆全家都以非常隐晦的方式进行了描述,乾隆一生曾有过17个儿子, 其中有7个儿子,不到10岁就病逝了,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后英年早逝,另外还有两个儿子过继给了堂兄弟,纵观乾隆帝儿子的名字可以发现,居然都被曹雪芹改姓之后,照搬入自己的小说中,比如永皇,永脸,永从,永成,永齐,永龙,都是乾隆帝比较得意的儿子,但是在《红楼梦》中却对应了,甲黄,甲脸,甲从,王成,奇观。 水戎,在古代社会,最忌讳的就是老百姓随意冒犯皇帝及其子女的名讳,而曹雪芹却将皇子们的名字编排进了自己小说中。 在《煞有介事》的改头换面之后,变成了小说中很多主要人物的名字,尤其是女主角林黛玉的原型,更是直接借用了孝贤淳皇后的形象和故事。 第二,林黛玉的原型,竟是孝贤淳皇后,在小说中,林黛玉是西方灵河暗将诸仙草转世,而她的母亲则是荣府妖女贾敏,也就是说,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 由于贾母特别疼爱她的母亲贾敏,所以在爱乌及乌的感情下,贾母对外孙女林黛玉也格外疼惜,相信看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林黛玉别称叫肖香妃子,实际上肖香妃子是顺帝的两个妃子,一个名为鹅皇令,一个叫做女婴,在顺帝去世之后,二人来到湘江大哭,于是湘江岸边的竹子上的斑点都是她们的泪痕,所以后被人称为肖香竹,鹅皇,女婴最终殉情于湘江, 而林黛玉的住所则在肖香馆,而她的主要特点就是多愁善感并且爱哭,于是人们就将她称作肖香妃子,简而言之,林黛玉这个人物设定,其实就是乾隆妻子孝贤淳皇后。 而这位皇后,也是因为坠水而亡,其实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或者说肖香妃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暗示孝贤淳皇后,而在刘姥姥晋大官员张杰中,林黛玉将她称作母蝗虫,如果大家将虫字去掉,则母蝗虫就变成了母蝗,其实正谐音了母蝗二字,所以从这一点其实就能看得出, 刘姥姥其实就是乾隆母亲的原型,或许大家看过这些内容之后,其实已经了解了《红楼梦》这部小说,其实之所以会不断隐晦地提到乾隆的家人,实际上就是在控诉清朝的腐败和事态炎良,据《清朝野史大官》记载,高宗孝贤皇后,复文中公衡之媚也。 相传傅恒夫人与高宗通,后吕反目,高宗积不能平。 南循环,至直立境,同宿玉州中,偶论及旧事,后翘让备至,高宗大怒,逼之坠水。 还经后,以并俗告,终绝就心,使后号孝贤。 这其实就导出了,乾隆皇后孝贤淳皇后,并不是清朝官方所说的因病重而死,而是被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于酒后逼迫之下投水而亡, 所以说,《红楼梦》看似是一部凄美的爱情小说,实际上却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讽刺,所以才会被清政府列为禁书。